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比较有特殊的 比较特别的介绍给印尼 让他们也是更了解台湾 所以我在节目也是有讲过作业子 还有碰到那个鬼夜的时候 我也是讲鬼夜 当年曾秀琴会从印尼来到台湾 其实是要圆一个少女时期的梦想 那就是三月里的小雨 为了偶像刘文正 曾秀琴不仅立下学中文的目标 她更决定自己要到刘文正的家乡台湾生活 后来我知道私立文正是台湾人 那个时候我是我跟爸爸妈妈说 我可不可以到台湾学中文 可是我爸爸妈妈当然是觉得 你那么小怎么可能 是为了一个偶像 然后你好像是一定要追到那个台湾 那所以我1996年那时候 我申请来到台湾 那学那个语言中心 偶然一次帮朋友去电台代班 让她进入广播界工作 曾秀琴把握她的发生机会 向印尼人推销台湾之美 我常常就是到各个地方就是采访 就是让他们真正的去那边感觉一下 那我在那边用我的眼睛看 然后用我的声音让他们更了解 有关台湾的 起初为了追星来台 但曾秀琴已经在这里 找到值得她一生努力的梦想 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印尼同乡的偶像